大家好!欢迎来到MK2新闻频道!不要忘记订阅该频道,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! 王一博的粉丝也是十分卖力,表示无名只是被胎,长空之王才是王一博真正的孩子,无论你是维粉还是CP粉。 王一博获得年度突破电影人之后,匆匆领了奖跑路,不愿意搭理期待已久的粉丝,也不愿意遇见前同事,但还是为了宣传长空之王屈尊,与肖战的CP死灰复燃,只希望票房大卖。 王一博的长空之王也是一个奇葩的存在,经历了没有潜力的突然退档,片方解释也很敷衍,当时引发了轰动,更引发了网友们的吐槽。 如今长空之王开始预热,主打的就是一个精雕细琢,片方表示这几个月再进一步打磨电影质感,一定会给粉丝更好的体验,他们的受众悄然转变为粉丝,只为了商业电影能赚钱。 这场电影的盛宴都不能错过,而且极端粉丝表示,这部电影再不支持又要被嘲笑,不看的都不是粉丝,直接把不贡献电影票的人踢出粉丝群体,这才是有组织有纪律的。 这部长空之王,跳过了春节档,还不在暑假档,他们对票房也没有信心,只为了成为粉丝向电影,来一波快速的回本之战。 CP粉也在粉头的呼吁下,表示这才是王一博与肖战真正的孩子,绝对倾尽全力支持,有了这些粉丝的支持长空之王,究竟会不会扑街,让我们拭目以待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这些时事通讯有帮助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